打工人是被逼到啥地步了 居然直接在自家的APP上面 痛骂老板黄光玉兄妹 很明显 这是豁出去了呀 10月15号 点开国美APP幸运大转盘的抽奖页面 就会弹出辱骂国美电器的董事长黄秀红 创始人黄光玉的内容 控诉他们拖欠了工资和货款 还说早晚他们要再进去蹲上几年 但是现在这个页面已经被修复好了 曾经的国美风光无限 连锁店遍地都是 创始人黄光玉更是几度问鼎中国首富的宝座 但是后来呢 黄光玉因为坐庄ST惊叹事发 被判入狱了14年 外加罚款了6个亿 再后来由于电商平台的兴起 以国美苏宁为代表的线下卖场 率先受到了冲击 日子是越来越惨 国美零售最新的半年报营收只剩下4.15亿 同比下降了97% 而苏宁也已经连续多年亏损 业绩不佳 员工的待遇在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国美2021年末的时候 还有32,000多的员工 到今年6月份变成3600个了 只剩下10%多一点 网上还有很多人爆料说是 国美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 就没有发过工资 供应商的费用也没有结 在工商数据上 国美电器被申请执行金额超过20个亿 还有多条限制消费令 其实如果复盘一下 你就会发现 国美的衰落几乎是必然的 黄光玉时代的国美市正好采取了 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和城市化的红利 带来了家电的海量需求 而国美开创的大卖场的模式 一方面可以占用上游供应商的资金 另一方面又从消费者那里收现金 这使得国美苏宁们 拥有了十足的超能力 再通过资本市场的融资 很快就扩张到了全国 但是电商兴起之后 消费者的习惯就变成了 去国美苏宁的门店体验产品 然后掉头到手机上去下单 商业世界就是这么的残酷 国美苏宁们现如今的困境 并不说他们的老板们不努力 而是当时代的风口变了 踩错了节奏 再怎么努力都是错的 甚至越努力错的越厉害 黄光玉的入狱 虽然是国美衰弱的开始 但正因为他在里面 国美没有怎么折腾 反而比爱折腾的苏宁的情况要好 黄光玉出来之后呢 各种大手笔的投入 反而是加速了失血 其实国美苏宁们如此 作为颠覆者的京东和天猫们 现如今又何尝不是感觉到寒意振振呢 这几年大环境发生了变化 消费下沉成了新的趋势 京东的市值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 就被拼多多反超 并且加速的甩开 现如今已经不到拼多多的三分之一了 有一句老话叫 江山带有残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 就是变化本身 中央财政会在今年四季度增发国债一万亿 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外盘的中国资产像A50什么的都在拉升 为啥呀 因为这次发债很特殊 而且释放出了很强烈的稳定经济 以及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信号 那具体特殊在哪里呢 主要三点 首先是时间点 现在都四季度了呀 一般发国债都是要在年初的时候提出来 那这回很明显是安排了加塞 发债的明目是支持灾后恢复重建 和弥补防灾减灾短板 这里补短板的意思大约等于搞基建 并且呢明确了会通过全额转移支付的方式 分两批把钱全部转给地方 真实的目的呢 是通过中央财政补贴 好让地方有更多的财力去稳增长 更大的可能性是为了间接化解地方债务 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 是发行的程序 普通过债的发行额度通常是要在三月份 全国两会期间提醒全国人大审议之后才能通过 但是预算法也有规定 国务院可以按照实际的情况 提醒全国人大常委会调整当年的预算 那这回这一万亿国债的发行 其实就使用了这个后门 说明这笔钱在用途上相对紧急 第三 这次的国债不叫特别国债 但是呢 它又是按照特别国债进行管理的 最可能的原因应该是 特别国债的发行虽然手续简单 但是它对于资金的运用管理很严 基本要求专款专用 咱们历史上曾经发挥的几次特别国债用途都很清晰 第一次2700亿是给四大行卸包袱的 第二次1.55万亿是给中投公司当资本金的 第三次1万亿是20年的抗疫 第四次7500亿则是22年为了对冲经济下行的风险 而且呢 特别国债不会纳入赤字指标 但这次新华社的解读是提到了财政赤字率变化的 从3%提高到了3.8% 所以说呢 这次啊 其实就是个折中的办法 既要发行的便利性 又不想资金的运用限制过于严格 那么从影响上来说 我们知道现在地方政府因为外地收入这块降得太狠了 所以财力吃紧 但是很多事情要地方去做 那就只能由中央政府出面 在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加一加杠杆了 根据一些研究员分析 1万亿的量足以对冲信用收缩了 那么从汇金入市到1万亿特别国债 相信政策工具箱里能够拿出来的东西还有很多 A股的又一个大笑话呀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了 领了罚单 帮他审计的会计所也被罚了 不光罚了款 还扣银业执照 不让你在A股接单 按理说这应该能够吓到那些做坏事的人吧 结果呢 还是我们太天真了呀 证件会是开了罚单 可人家呢 是换了个名字 就把它给躲掉了 要是都这么晚的话 这A股能好得了吗 怎么回事啊 有家A股公司叫金通灵 因为连续6年业绩造假 去年11月被证监局开了罚单 这一家公司的审计机构 叫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也在今年5月份挨了板子 看上去罚的挺严的 罚款了4000万的同时呢 暂停从事证券服务业务6个月 意思就是说呢 这半年里面他不能够再在A股接单了 在这个罚单开出来之后 好几十家A股公司纷纷跟他解了约 不要你审计了 本来大家还以为这可以震慑到那些干坏事的机构了 结果仔细一看 这些公司是这边跟大华解了约 转头呢 就选了深圳大华国际和北京大华国际 猫腻在哪啊 这两家会计所不光名字里面有大华 里面的会计师团队 很多都是来自于被处罚的那个大华 连分锁的注册地装修风格都是一样的 这事感情就是哦 你不让鲁迅做生意了 但我们找的可是周数人呢 说实话 上市公司造假 帮他审计的快失事务所自然是能看出来的 但现实的情况是 上市公司花钱请人家来审计自己 上市公司才是给钱的甲方爸爸呀 那会计所为了保住自己的贩买不用想 也会默契的配合 睁着眼闭着眼 当然了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那监管层采用的办法就是 罚公司的同时也罚会计所 不光罚款还提你的资格 相当于扣营业执照 但是很快呢又被人发现漏洞了 你罚了大华扣了执照是吧 但是里面的那些会计师可以跳槽啊 而且对于上市公司来说 我要是找新的会计师容易泄露我的商业机密 那还不如就找原来的老熟人呢 你带着项目跳槽就行了呗 结果就是你把他的东门关了 人家转身开了西门照常做生意 现在这个bug是被发现了 那怎么解决呢 之前有人提过思路 比如说审计机构不能让上市公司自己找 得由监管层来指派 或者是随机抽签 但问题是每家公司行业规模都不一样 老要是换人的话 实际操作起来也挺麻烦 还有人建议说对于审计机构的处罚 就干脆要穿透到人 不光是罚会计师 还有相关的合伙人都得负上连带责任 永久给他拉黑 想当年安然这家公司造假 结果把近百年历史的会计所安达信都给搞黄了 如果我们还继续这样不痛不痒的 能行吗 A股的铁公鸡们迎来了最后通跌了 大家接下来一定要密切的关注这60多家公司 因为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面 如果他们还不分红 也不回购注销股份的话 就会铁定ST了 到那个时候股价很可能会连续跌停 所以赶紧看看有没有你关注的公司吧 4月12号的时候 国务院不是发布了新的国酒条吗 证监会交易所也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 也就是俗称的一加N配套措施 在这里面首次把分红跟ST 也就是特别处理给直接挂钩了 当时市场还一度传言说 会有将近千家公司被ST 搞到无数的小盘股被接连的杀跌 不过市场很快就辟谣 说这个政策不是针对小盘股 也没有那么多公司会被ST的 但是根据刚刚结束的年报处理 A股还真的是有66只股票 处在一个高危的状态里 在接下来8个月里面 如果他们还不分红 或者是不回购注销股份的话 就铁定会被ST了 根据获胜交易所最新发布的规则 主板上市的公司呢 如果最近三年净利润为正 而且未分配利润也为正 过去三年累计分红的比例 低于年均净利润的30% 并且总额低于5000万的话 就将会被ST 这主要是考虑到主板公司 业务都已经比较成熟了 赚了钱还不肯分红 那不就是耍流氓吗 而针对创业板跟科创板的公司 还相对会松一点 因为考虑到公司规模比较小 就把这个分红的门槛调低 到了3000万元 另外呢 为了鼓励双创公司高成长 只要三年的研发投入 超过营收的15% 或者是研发投入累计超过3亿元 就可以豁免ST 那按照这个标准进行筛选之后呢 主板有55家公司 创业板有11家公司 符合了ST的标准 因为这个新规是从明年的 1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 那这就意味着 如果他们在接下来的 8个月里不分红 也不回购注销的话 就将会戴上ST的帽子了 接下来呢 赶紧看看名单里面 有没有你关注的公司 其中在这里面 主板有28家公司 创业板有5家公司 都是明明有利润 但是始终一毛不拔 一分钱都不分的 像这种顽固分子 真的是需要重点注意了 要知道一旦被ST 股价通常都会迎来大跌 甚至连续跌停 主要的原因是按照规定 像沪深300等等 这种重要指数 是得剔除掉ST股的 而像公务基金 保险资金等等 机构主力资金 在合规上也有要求 对于ST股 是只能卖不能买的 即便私募可以买 但是在仓位上 在投决流程上 也会有很多的限制 就比如说像宁克生物 这只股票 本来是在连续涨停中的 结果变成ST宁克之后 紧接着就是连续跌停了 当然了 咱也并不是说 只要是出现在 这个名单里的公司 就一定是质量不行的 这不毕竟还有 八位的缓冲期吗 而监管层现在之所以 会如此强调分红 除了想要切实的改变 A股原来的恶劣生态 提高投资者的回报之外 对于那些业绩造假的公司 也将会是一种震慑 毕竟啊 造假可以只动嘴巴 而分红 则需要真金白银啦